在美中对抗的态势之下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 是很想要跟中国大陆 谈生意 做生意的 但其实呢 可能在美中对抗的态势之下 这件事变得会比较敏感 然后其实会让大家觉得 比较难以去实现 我想要请教这个院长的是 就是其实以法国来说 他跟中国大陆建立所谓的经贸关系 在他们的角色来说 说的经贸跟政治 他们可以怎么样脱钩 去怎么样回避 这样比较敏感比较尴尬的地带 好 那我先讲一下 就是说法国在国际上 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就是他是西方集团的一员 这个毋庸置疑 他还是一个西方的民主国家 他是欧美这个整个集团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成员 不过他不属于 这个所谓的英语 或者是央格鲁撒克逊系统 就是说这个我想很清楚 就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话 英法的竞争是将近 将近千年甚至几百年的竞争 那么其实一度法国是非常强大的 但是最后基本上是英语系统获胜 在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以美国为首的一个英语系统和制度的世界 所以法国其实一直有一个重要的而且长期的全球的外交战略 就是要在跟美国同盟的时候 同时要维持自己的自主性 这个是法国非常从戴高乐建立第五共和以来一直不变的目标 那有一句英文话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是一个美国学者的书 他说法国的目标 用英文来讲就是Quest for the first rank 就追求一流的地位 什么叫追求一流的地位 就是说虽然我知道我的国力上不可能跟美国竞争 因为美国都这么大 但是我要在全球事务上让美国或其他的一流强权对我不可忽视 在所有的议题上我有话与钱 那这个是法国非常重要的目标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他需要有主观和客观的条件 主观上法国就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 因为法国单独的力量是不足以跟美国 甚至现在新兴的中国大陆抗衡或昔日的苏联 因此他需要整合的欧洲 然后这个欧洲能够帮助他去跟其他非欧洲的强权 已经一阵高下 所以他非常需要欧洲国家的支持 尤其是德国的支持 这个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方面 他也需要美国和这个非西方 也就是当年的苏联跟今天的中国大陆 他们的关系不能紧张到让法国没有选择 就是说当两个国家两个超强 他们的关系紧张到黑白分明没有空间的时候 其实法国他只能选择美国 他没有别的选择 法国能够在美国和非西方的强权中游走的一个前提是 这两边的关系没有到撕破脸 没有到最后要最后要最后关头 他们中间虽然竞争 虽然不和谐 虽然有斗争 虽然有各种的你卡我我卡你 不过他们并没有扯破 并没有到一个战争边缘 所以法国还有游走的空间 那法国游走的方式就是靠着欧洲的力量的支撑 以欧洲领导国家的身份 和美国以及今天的中国大陆平起平坐 但是呢在国防 在防卫安全上 法国还是需要美国的防卫承诺 让法国以及欧洲获得一定的安全 然后在这个前提上又跟非西方大国取得一定的缓和 用跟非西方大国的亲密的关系 回来抗衡美国在西方内部的霸典 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很精致的外交 因此马克宏到中国大陆的访问 如果我们记得的话 当初跟中华民国断交 第一个跟中国大陆建立大使籍的外交关系 就是法国1963年 当时美国还在越战 还在这个东南亚推行反共 可是戴高乐就毅然的跟我们断交 然后跟中国大陆建交 那这个就代表法国基本上 我不是被美国牵得走 我有我自己的外交路线 那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马克宏去到中国大陆 我们可以看作是这个路线的延续 至于这个延续之后产生的经济效益 这个是放在他战略自主的架构下 因为法国的核电 法国的航太工业 基本上也是战略自主独立的一个重要环节 因为如果能源不能自主 如果你的国防工业不能自主 其实你谈不上什么战略自主 所以法国从1963年跟中国大陆建交 1966年退出北约的金氏组织 一直到2007年 他的目的就是我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和军队体系 而这个体系是美国没办法卡住的 就美国没有办法用我国防体系里头 一个零件的专利权 或一个零件的美国的这个专利 来卡我的国防工业 其实有些欧洲国家就发生这个问题 他虽然制造潜艇 他虽然制造飞机 不过他里头很多部分是由美国提供的 那美国就在里头拥有否决权 你要卖给中国大陆我就说不可以 你要卖给比方说阿拉伯的某个国家 我就说不可以 那这个就让法国在国防工业上 是较于其他欧洲国家相对独立 所以为什么当年90年代的时候 只有法国卖给我们拉法叶 只有法国卖给我们幻象 因为他的这个国防武器的这个授予 不受美国的约制 好那所以他可以卖 因为这个卖给我们是跟美国竞争的嘛 对不对 幻象跟F12是竞争的 那如果受美国这个美国可以这个否决的话 那美国当然就把它至少延待 然后让美国的军售能够给台湾先行嘛 那法国基本上 他就是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国防工业体系 所以他可以继续 那国防工业体系的建构 坦白讲非常贵 那因为非常贵 所以他一定要有国际市场 那像核电 像这个Airbus 这都是国防工业的重要的一环 所以这个东西对法国来讲 是他战略自主 国防自主的一部分 所以的确这个当中非常重要 但其实以这个法国来说 他们其实很大一部分 我们讲经济可能他会希望跟中国大陆 有多一点点的更深的联系 主要还是跟法国呢 其实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上 是有一些状况的 包括中国是法国的最大贸易逆差国 尤其在疫情之后 整件事情变得更加的严重 但是呢 他们的安全部分 其实很大部分是要靠美国 刚刚其实教授也提到的 但是我其实蛮好奇的说 当然在美中现在越来越竞争的一个态势之下 那法国尤其是马公 他绝对想要在当中 如果从教授刚刚所说 他希望在当中游走 那他还可以怎么样 再扩大在美中 或是美国跟其他强角对抗的这个状况之下 他再让他的游走的空间变得更大呢 他未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这个我刚刚讲过 有一个前提就是 美中的对抗不能够太剧烈 因为太剧烈的时候 其实法国他没有选择的空间 所以美中之间的缓和是法国乐见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缓和 才可以带动中国大陆跟欧洲的缓和 那现在卡在一个问题就是乌克兰战争 乌克兰战争 尤其中国大陆跟乌克兰的这个合作 或者是一个伙伴关系 尤其是习近平跟普京 这种个人的这种伙伴关系跟友谊 这个已经被扩大解读成为两国的亲密 那当现在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在欧洲人看待是一伙的 是一起的 其实让欧洲跟中国大陆这个要缓和关系有困难 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且发动这种全面性的侵略 这个完全打破了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所有的规范和条约 尤其违反了二次大战以后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之后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和一个原则 就是所有二次大战以后欧洲国家的疆界不能以非和平手段改变 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翻开百年来的欧洲历史就清楚的发现 欧洲东边和中欧国家的疆界 其实过去一百年在二次大战以前是变来变去 如果各位去看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疆界都里头都包含了 可能过去是别的国家的领土 那有时候不但包含了过去是别的国家的领土 别的国家那时候的居民也被划入成为我的国民 而他们是属于我对方的居民的种族和语言 所以每一个国家很多时候大部分都是多语的多文化的 那这个疆界一旦被打破 这个疆界一旦不被遵守 其实整个欧洲会天下大乱 照俄罗斯的说法的话 那欧洲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疆界都要重划 因为说这个五百年前是我的 这个三百年前是我的 这个过去我这边有 我这边的人他也说我的语言 他跟我的习近比跟你们像 种族上他比较跟近我亲近 这个会让欧洲的秩序完全崩溃 所以他违反了欧洲战后秩序和平 最重要的原则就是 疆界不能以非和平方式解决 尤其在苏联瓦解之后 乌克兰成立的时候 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 他是当时苏联以外拥有最多核资武器的前苏联共和国 而当时他在美国在欧洲的说服下放弃了所有的核资武器 全部运出他的境内给俄罗斯 但是各国保证他的领土完整 和不入侵不侵犯 俄罗斯也是签字国 但是俄罗斯今天白纸黑字签字的协议 公然的违反 公然的侵略 这个让欧洲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包括跟这个俄罗斯关系最密切的德国 都没有办法接受 大家看这个德国的天然气 这么依赖俄罗斯 但是在现实的情况下 不得不切断跟俄罗斯的天然气关系 完全转向别的地方寻求能源 而这个过程中 德国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通膨压力 可是德国人就咬牙撑下来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违反了欧洲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价值 那这个东西 那如果中国大陆又跟俄罗斯现在绑在一起 这个就让欧洲和中国大陆的和解 其实变得挚爱难行 那我也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在之前 这个习近平会跟 开始通电话提出所谓的和平方案 然后在一些决议案上有一点点的让步和松口 因为他们大陆非常清楚 要跟欧洲改善关系 必须在乌克兰问题上跟俄罗斯开始保持距离 而跟欧洲改善关系 有助于大陆跟美国这个改善关系或者是对抗 就是说当欧洲跟大陆关系比较好的时候 美国也会对大陆在这个态度上会有所改变 那所以这个是大陆 我认为他的期待 以及欧盟和中国大陆关系 现在发展走向的一个原因 但的确 这个俄战争让整个欧盟 或是整个欧洲上面的秩序是呈现了一个失序状态 但其实呢在这一次的整个欧战事当中 也让欧洲很多国家开始认知到 他们的国防必须要开始重新的调整 还有呢他们的国防其实跟美国的援助 基本上有非常深的连结 那其实我也想要请教院长说 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马克宏的战略自主 这四个字当然在欧洲 不论是马克宏自己的论述 或是在欧洲的很多国家 其实也都思考过这件事情 到底是要比较靠近中国大陆呢 还是比较靠近美国 甚至应该要走出自己的路线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马克宏的表态 那你怎么看在整个大欧洲的态势状况之下 他们是不是也有所谓的路线选择上的困难 有 简单的讲就是欧洲 现在欧盟有27个国家 加上英国的话就是28个 27个国家 我常常说 欧洲欧盟有27个国家 有28个梦 众生喧哗的概念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对于欧洲未来应该怎么走的想象 其实就国别来讲就有很大的差异 为什么 因为欧洲联盟从一开始它的建构 我们知道它是从苏曼宣言 其实就是前两天 5月9号是欧盟日 就是1950年法国外长苏曼发表欧洲统合宣言 放弃就是开始我们要和解 要告别过去的仇恨 要开始建立市场 建立共同的未来 开始 但是它一开始 它整个的精神 就是重点是放在欧洲内部的和解和和平的建构 也就尤其是德国法国 甚至德国跟周边国家 法国跟周边国家 荷兰比利时等等 甚至后来的西欧跟东欧国家 中欧国家 也就是它整个的精神是求欧洲人内部的和解和和平 那这个结果就产生一个情况就是 它对于强大以后的欧洲在世界上应该有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每一个国家的梦是不一样的 我举简单的例子 比方说法国它因为有大国的传统 有世界强权的野心 所以法国就有我们要跟美国 当时的苏联 今天的中国大陆 甚至未来的印度 一针长短 至少我们不能矮于它 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 但是其他的国家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 不见得 以德国来讲 德国虽然是欧洲第一大经济体 但是德国的地理位置 长期以来它处在欧洲的中央 所以它的不安全感比较高 因此不安全感比较高的时候 世界的野心就比较小 为什么 因为我的周边太不安全了 所以我先要把我邻居顾好 免得如果我到很远的地方去打仗 可能这个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教训 你跑到很远地方去打仗 结果隔壁邻居就把你吃掉了 为什么 像当初吴岳之争 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中原 结果那个岳王勾剑 趁他不在的时候就把他吃掉 最后他就自杀于姑苏 姑苏城台上 那这个我想中国古有名训 那德国也有这样 所以德国在世界的野心是小的 所以他并没有像法国觉得 一定要跟美国平起平坐 他觉得这样挺好的 现在这样挺好的 那如果就是说 比方说像西班牙 西班牙的概念是 它比较关切的区域是两个区域 一个是地中海 因为他是地中海的国家 一个是我血缘相连的拉丁美洲 所以要不要争雄世界 那觉得好啊 不过那个世界是拉丁美洲 中国怎么样 中国的人权 那个中国的问题 对距离我很远 而且不是距离的远 而是心里的远 就中国大陆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一定要输出到中国大陆 然后文化上 我文化上关怀拉丁美洲都来不及了 所以我的关怀对象比较是 那你说中国往东看是中国大陆 我是往西看 是看拉丁美洲 那如果说像 比方说像波兰 那波兰觉得 我们基本上 欧洲建构最重要的就是抗俄 就是说欧洲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抗俄反俄 要抵挡俄罗斯 要排斥俄罗斯 让俄罗斯不敢远雷迟一步 那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美国 因为美国才足以 让我们阻挡俄罗斯 所以每一个国家 对于怎么样战略自主 可能都觉得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 是需要的 不过这个战略自主 要怎么样自主 自主的目的是什么 以及这个过程中 跟美国的关系是什么 其实是各有各的调 各有各的想法 那个一致性并不强 所以马克宏提出战略自主 欧洲主权 这个词的确是欧洲人共同的心声 不过他的内涵上 其实目前来讲 其实还是有不同的想法 和不一致的这个路线 那目前我并没有看到 他已经完全统一了 那您觉得马克宏 未来有机会把这个战略自主 这四个字凝聚成整个欧洲的共识吗 至少趋近一致 我认为欧洲人常讲 欧洲人如果要有一致的外交政策 先要有一致的对美政策 就是说先把美国跟欧洲的关系 搞定了以后 才知道他全球的位置在哪里 那所以跟美国的关系 如果能够确定下来 我想欧洲的战略自主 和欧洲主权的真正的内涵 就会比较清晰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以这次乌克兰战争为例 我想欧洲当然是第一线 但是如果看那个援助武器的清单 和援助的金额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记得是一个数字 但这个数字可能稍微再核对一下 大概七到八成的武器是美国的 所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真正掌握这个乌克兰战略 和他的国防走向的 还是美国的支援 而不是欧洲的武器 那这个意思就是 美国在欧洲自己内部 就欧洲大陆的战略的这个布局上 美国的主导性就非常强 所以美国 如果马克宏能够说服欧洲国家 有一致的对美态度的话 我想他的战略自主 他的欧洲主权的一致性 就会大大的提升 那他三知识其实可以工作嘛 那如果我们放到台湾的角色来看 尤其是台海的角色来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明确的对美态度 然后我们要怎么去 你老师怎么看这件事 我们是应该凝聚 不论是对中或是对美 至少稍微统一点 有一个大家基本的共识呢 其实我个人看台湾的共识还蛮高的 我觉得共识我想所谓的共识 就是大部分人和大部分的精英领袖的看法 我认为台湾的共识其实非常高 那台湾共识非常高 就是跟美国来讲 我们不可能没有美国的支持 我想台湾在各个领域 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 到经贸甚至教育 我们不可能跟美国没有连结 我们常常以台湾的经济奇迹自豪 我们以我们的半导体 现在所有外国人谈到就都会问 你们为什么半导体做这么好 所有人都问这同样问题 但是呢 我们的半导体工业 没有那一匹流美的早期的工程师 以及跟美国不断的交流 跟美国的合作 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今天 如果各位看这个张忠谋董事长 他的这个经历 某个程度来讲 他是上海人 他是直接到了美国 他49年的时候是直接没有来台湾 他是到了美国 后来是被李国鼎先生挖脚回来 来到台湾 那他算是一个美国人 这某个程度他其实是美国人 那他来台湾 所以我们跟美国的关系 我想这很清楚 那我觉得我的看法是 台湾的自主战略 其实就是八个字 就是连结欧美 友好四零 和平发展 加上和平发展 十六十二个字 为什么要连结欧美 因为如果就我们生存的需要 跟我们过去成功的经验法则 没有连结欧美 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我们民主并不是我们文化自己的嘛 这是外来的 那欧美还是民主比较有经验的国家 市场经济也不是我们传统的经济模式 那也是从欧美来 种种的教育制度 今天的大学等等 就像我刚刚跟主持人讲 这两天其实我们台湾大学 跟欧美刚好有两个连结 一个是欧盟最大型的教育计划 伊拉斯穆斯计划 在台湾成立国家据点 就设在台大 那一个是我们刚刚跟伯克莱大学 的一个重要的中心 叫做政治安全中心 签订了一个交流协定 那这个主持人是前任的 加州大学的总校长 然后是欧巴马时代的 国土安全部部长 这个Professor Napolitano Napolitano我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意大利后裔 他说是 他的祖父是从意大利来的 那我想这个连结欧美就很重要 那么但是呢 光连结欧美是不够的 我们要友好四邻 我们东西南北的邻居都要友好 我们跟东南亚 我们跟中国大陆 我们跟日本跟韩国 都要友好 然后和平发展 我们只要把握这个 其实我们的战略自主是存在的 那我也认为其实这个 其实是台湾人的共识 谁不要连结欧美都要 谁不要友好四邻都要 谁不要和平发展都要 所以我认为台湾人的共识 其实还蛮高的 关键在于拿出具体的办法 那我想至少我想 作为台湾大学的教授和社会院 我们就我们的位置 也具体的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 就是让欧盟最大型的教育计划 在台湾设立国家据点 让这个现在伯克莱大学 这个是一个几乎是国家级的中心 跟我们签一个约 在促进各方面 关于安全 关于防范 今天其实我问他一个问题 他的演讲的时候 他就说这么多假讯息 因为讲到这个讯息的这个 security 还有cyber security等等 他就讲到一个观念 我认为这是对 他说面对这么多假讯息 因为它涉及到言论自由 那你怎么样在言论自由 保护言论自由 跟防范假讯息之间 取得一个平衡 我们取得一个共识 我觉得非常对 他说只有大量及时 不断的提供正确和公正的资讯 是防止假讯息泛滥最好的方法 那我觉得这就是民主国家 和威权国家不一样 威权国家就太好了 趁这个机会限制言论 对不对 那这个不能说 那个不能说 因为我常讲 如果言论自由 是以你讲的话为真为前提的话 就不会有言论自由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宗教人士都要抓起来 你告诉我有轮回 你在造谣 为什么 因为你证明给我看 你说上帝存在 你证明给我看 你不能证明就抓起来 为什么 你在造谣 所以言论自由并不以它为真为前提 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觉得 那在这方面 我们有非常多的经验 可以交流 方法可以交流 所以我想 台湾的战略自主 我认为这十二个字 其实是我们的共识 那怎么做 可能是我们争辩的焦点 但是这样的共识 我认为是 在台湾其实是很高的 了